好,那我们开始了,今天的tutorial 那将来的tutorial是很精彩的 那我已经上升了一个设计了 那今天开始就是关于Assignment 2的tutorial 那我们讲的topic会由frontend开始讲起 首先讲UI设计如何组织 然后讲frontend里面有什么library你需要用 然后就到backend那部分如何去写 那backend那部分呢,你Assignment 1是用CGI加Python的 那但是Assignment 2呢,就... 我忘记了 Assignment 2呢,就不会再用CGI和Python的了 那我们会用另一个language,就是NookJS 那其实就是JavaScript,不过就是backend上面做的 那我们会用到NookJS这个framework NookJS和Express这个framework 那那些topic呢,我这里的list收了出来的 那会...会教backbondockJS那部分 那backend那部分呢,就教NookJS和Express 那也都会教一些你需要用到的library 那就包括了SocketIO 那也都会讲什么叫RESTful API 那最后就会讲Remote debugging 那你看到这个schedule呢 那你都猜到那个deadline就应该不在这个中间了啦 那不是玩味的而已 那那个deadline呢,应该就是最后一个星期之前的 那...未定的,不过 总之你够时间做的,因为这份呢 其实coding上就不太难的 是纯粹很多新的topping 去给你试的 嗯...好,那就是这样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tutorial的outline呢,就会是这样的 刚才呢,就会讲什么叫mobile web development啦 接着讲一下一些frontend design上面 一些很有用的工具啦 包括Font Awesome,如何去做responsive web design 接着media queries,bootschap等等 啊,还有JQE 那呢,那为什么会突然讲到mobile web development呢 那因为在A7II呢,我们会继续一个mobile web app 那就叫做YouTube remote 那我先做个简单的demo 那我下课会再详细的demo这个assignment 去做些什么的 那...不过今天就给你们一个idea 那这个呢 啊...mobile不是重点来的 那...这个功课呢,就是做一个YouTube remote 那...就是做一个这样的web page出来 那...就给人去...加一些片到他自己的playlist那里 然后去再control它啦,有个control在这里啦 那...如果locally去control呢... 那...我可以播片啦 就透过这里的按钮去播啦 那...我可以play啦,可以fast forward啦 那...有这么多email呢 可以调转啦 可以pause它啦 那...这个呢,就是local这样去做 那...这份功课有趣的地方呢,你就可以用电话去控制它的 我开一个page先看 我关掉它 等一下... 我...我先刮QR code 那...你见到一个QR code在上面 那...就让我去电话那里刮它 那...我刮完之后呢,电话那里就会开了一个remote的page 我等一下就会展示出来啦 那...我用这个remote的page呢,我就可以control它啦 我可以播放,繼續播放,跳前一點,跳前一點,這麼久 可以跳前,可以跳後,可以停止 這個就是remote的部分 在電話上面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個Layout就是這樣的 這個Desktop View,我可以把它轉為Mobile View給你們看 好,Mobile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沒有一個YouTube Player,只剩下一個控制 還有一個Play List在下面 這個就是Mobile View,我可以拔大一點 變成Tablet View 這個就是你拿Tablet去上這個Page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712裡面你要做的東西 好,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星期 你會學習如何做Front End Development 我們講的項目包括了Boothtrap,JQuery,YouTube的iFrame API React.js和Backbone.js React是Lecture講的,Tutorial應該就不會講 不夠時間 我們主要Tutorial就會講Backbone.js 而Backend那部分就會講Node.js,Express.log.js WebSocket,Socket.io,WebSocket API,Mongodb 然後Deployment我們就不會用Docker去Deploy 不像Simon1那樣的 雖然Development那時候可以照應Docker 但我們真的Deploy這個App的時候 會將它放在Hivoku那裡 Hivoku是一個PAAS的一個platform 它就提供了一個platform給你去Deploy你自己的app 那你就不需要設置任何的東西 它已經設置了所有的伺服器給你 那你只要將你的code push上去 那就可以了,那就可以Deploy了 那其實這幾部分合起來 我們通常會統稱它為MinStack 這是一個MinStack 那Min就是MongoDB 即是Database的部分 那E就是Express 那Framework 那A就是Angular.js 那我們就不會把Angular.js 我們就把它取代了 就會教React.js和Backbone.js 那N就是Node.js 那接下來你就會用這個Stack 去做你的 那Mobile Web Development 和普通的 就是Desktop上面的Web Development 有什麼分別呢 那就主要有這四個Point 那首先呢 你就要Work with一些小的Screen 因為你的電話 那個Screen是會小一點的嘛 那個Size 那我們就會看看 如何去Rearrange 那些Content 令到它可以Pack 到它在一個小一點的Screen上面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後會說的 就是用Responsive Web Design去做的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Touch Screen 那這個Click的 因為那你電話 不會有Mouse在裡啟錄的嘛 所以就不會有Click的Event 那你就會拿到Touch的Event去做的 那這個可以自己上去看 很簡單而已 就是你之後會講到JavaScript 第二部 時的The lecture第二部分 那裡就應該便會唸到的了 就會講 Mouse click的Event 那麼去到Touch Screen 其實也一樣而已 那第三 就是關於Image 因為你的電話的resolution是越來越高的 有些2K,有些去到4K 我不知為何那些notebook就不會跟著一起上 所以你需要optimize for這些 high resolution 的 device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其中一個 approach就是用 responsive web design 但是你還需要去fine tune你自己的 image 那這個keyword你可以自己在google搜尋 add2x 或者add3x,add4x都有的 那最後就是mobile API 因為你電話那裡 你就會有一些新的API可以去call 例如你的電話的orientation 或者geolocation 就是你的位置在哪裏 那電話的browser 它會有一個API 是給你去做 去用這些 的 hardware去做一些新的功能 那這些在以前desktop的development上 是沒有這些的 那這個就是mobile web development 一些新的feature 你可以去 去用去develop一些新的APP 好,那我們就開始講一些有用的library 那第一個呢 其實呢,就很簡單而已 就叫Font Awesome 好,那我們就直接去Font Awesome的page 好,那你看到這個icon在那裏 那你猜一下這個icon是什麼format來的 如果以前 如果以前 即是大約 你當回到10年前的話 這一幅可能是一幅gif 可能是一幅png 一幅jpeg 或者恐怖一點 是一個flash的動畫 那呢 但到了現在這個年代呢 這一隻是什麼來的呢 那你inspect一下它 看看是什麼來的 是這個... 這個tag來的 i這個tag zoom into 就是i這個tag 那你看一下它的css 是什麼來的 其實呢 它是一隻font 應該這麼說 那一支旗呢 這支旗呢 其實是一個字 是一個unicode的character 那這個character是什麼character呢 我先找一下 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呢 這個就是那個unicode的character 斜F024 我不知道是什麼字 那呢 總之呢 它就用它自己去... 即是這個font awesome 自己砌的一個font 這個就是一隻font 那這個font的名字 就叫做font awesome 那呢 總之呢 這隻character show出來呢 就會變成一支旗了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library裡面去做的東西了 就是把一堆很有用的icon pack成一個font 給你 那你呢 只需要include它的css 你就可以用到它的 那堆icon 那這個library呢 它有5 其實這個數字 沒有600個以上 現在已經有 那全部都free的 你可以任用的 那commercial use都可以 那... 亦都是... 在retina的screen上面呢 都是... 可以用的 即是不會蒙了的 因為它不是圖 它是字來的 那字可以放大縮小的 那所以呢 是...都ok的 在retina的screen上面 那... 而且呢 它只是用了css而已 它沒有用任何JavaScript的 而且它是非常易用的 你要用的話呢 你就將這一句... 這一句 然後就copy去你的HML那裡 那就可以了 那就已經做完了 你甚至不用下載它的css 你直接include它 它在... bush upcdn上面的... 的css就可以了 那這個cdn呢 就是content delivery network 那是一個... 將一些... 常用的content 擺在一個network上面 那你在任何地區呢 都可以很快去 access到這個resource 好,那看看那些code 那些code都很簡單 那你就include了它 include了它 include了一個head 那個tag裡面 然後呢 我如果要用它的icon 就用一個i的tag去包住它 那這個tag呢 我就要set它的cssclass 做fa 然後fa-smile-o 那fa前面這個呢 就是setup我要用這個font 就是這個fonts 寸這個font去顯示 之後我要顯示的東西 然後這個fa-smile-o 就表示了我要選哪隻icon 那在這裡呢 就是那隻小蝦 那所以呢 我將後面這個fa-smile-o 後面那些東西 轉了做其他的名字呢 我就可以得到其他的icon 那我可以得到一個... 這樣... incumination circle 可以得到一隻手指公 那因為它是字的緣故 你可以任轉色 那這裡轉了紅色 可以轉其他色也可以的 因為它是字 那你對於字可以做的operation 對於這個icon 都可以做到的 那有什麼icon可以選呢 那你就可以上回 Frontsossom這個page 那就會有605個icon 讓你選擇 那你自己上去看 你看一下需要那些icon 那Simon 1 你也可以用的 如果你做完Simon之後 覺得很悶的 那可以再加一些東西上去 那Simon 2呢 你就應該會需要 Video Player Icons 裡面那些icon 那我可以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放大一點點 就是這樣 那如果我要用呢 就... 就把class 設定做fa通格 跟著fa-icon 那個icon的名 就得到這個icon了 OK 好 那還有些example可以看的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size 那就是 那個class那裡 再加一個新的class 就叫做fa- 看不到 fa-lg fa-2x 3x 4x 5x 那就得到不同大小的icon 那... 如果你很喜歡 加一些動畫呢 它Build-in 都有些動畫給你用的 簡單的CSS動畫而已 那如果你想去轉呢 你就加一個class 叫做fa-spin 那它就懂得轉的了 那... 不過IE8 IE9 就算不到的 好 那還可以轉... 就是轉它的角度啦 轉90度 180度 或者在icon上面 再踏多一層icon就可以了 那很多... 很多不同的玩法 那你可以自己上去看吧 好 那這個library就到這裡了 很簡單 很容易用的 那你project那裡應該都會... 覺得它很好用的 應該用得著的 好 接著就到 responsive web design的部分了 那其實呢 你現在已經每一天都在接觸中了 那... 你不知道而已 那... 你可以數一下 你手上有多少個smart device 那... 你有 notebook啦 有 smartphone啦 可能有幾部 或者有... 有幾部tablet啦 那... 那這些全部都是... 你看回它的screen size 都是不同的 那... 如果你要組一個網頁 是所有這些device都可以顯示到的 而又顯示得... 漂亮的話呢 那其實是很challenging的 因為你要fine tune for每一個device 它不同的size 你怎樣去organize 這些contact 你要去慢慢去fine tune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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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developer呢 就覺得很麻煩 那... 所以他們就放棄了 那... 我們看看放棄了的例子 ERG wave啦 每一天都接觸的啦 這個 我每一次login都覺得很麻煩 因為呢 你login呢 這個電話來的 電話的screen cap 那... 我就要首先 去一個page啦 等到它可以彈我去這個page先啦 然後呢 我得到這個page啦 那... 這個page呢 它當作是一個desktop 這樣展示出來的 那... 所以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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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都用不到了 那... 那... 你要按下去的那個texbox那裡 等它放大 你才會knockin的 所以每一次 right in 都... 要花多兩三個部分 我才可以knockin的 這個就erg wave 一個... 不好的design 在這個... 年代裡面一個很差的design 再看看 這個更棒 CUHK的Wi-Fi鍵 这个呢,就有一堆Terms显示出来 我想没有人看过的 然后呢,你只是找个Agree的按钮 按钮这么小,很难按 所以你通常要zoom in 才能找到按钮 要不然就按了Disagree,就走了 Agree,弹了下一个Page,又是很小的 那你又要放大它 那你又找个Testboard放大它,接着要Login 每一次Login,你都要做这堆没用的步骤 对于一个User Experience来说,就很差的 那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In Terms of the Layout,我们可以用Responsive Web Design去解决 Responsive Web Design呢,其实就是将几样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就包括了Fluid,Proportional Base的Grid 就是我们稍后会讲的东西 将整个Web Page,割开到不同的World和Column 然后将东西放进去 再根据器的Size去Reorganize 那些Content 然后我们会用到CSS3的Media Queues 待会也会讲 其实就是Admedia这个Extension 好,那我们先看看一些例子 先看看 例子 首先就是Cross Home Page 这个呢 你电话里看的Layout是不同的 我Resize一下 这个应该你在电话或者Tablet上看到的样子 或者有时候Screen不够大都会Resize成这样的 这样看就会更清楚 因为那些字就不会缩小了 那仍然都是正常Size的字 那你就会看到很清楚 你不需要Zoom in才看到 那些Content都Reorganize 那原本呢 就是左右分开的嘛 但是我这样Resize之后 就上下解开了 而Tutorial Page也是的 都是Responsive的 都是Reorganize content的 然后呢 我最近才发现的 中大的网页呢 就是Official Page 不是CSE的Page CSE的那种是 停留在10年前的 那中大的Page呢 是Responsive的 我Resize一下了 那接着一直缩小 这些图也会跟着一直缩小 再缩小呢 整个Menu不见了 因为去到那么小呢 Menu其实是展示不完的了 那它就把它收起来 我这样收起来 那你按开它 就可以看到Menu了 那就是这些 细微的位置 去Fine-tune整个Web Page 令到我在电话上看的时候 都可以很清楚 看到里面的内容了 那你看到 就不需要Zoom in 都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 因为它Reorganize 那些Content的 好 那这三幅看得这么多 其实还有很多的 好 那怎么做呢 最... 最底层去看的话 去CSS 或者在Coding上面的角度去看 就是用Media Queues 这一样东西 那就是CSS3 里面一个新的Feature 那就包括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Media Type的部分 就是我会有一套的CSS 是专用的 在Screen上的Display 有一套的CSS 是专用的Print出来的时候 是Display的 那这个呢 都可以有一个Demo 就是 那份SPEC 你在Screen上面看 但是呢 用那套CSS 和你Print出来的时候 那套CSS 是不同的 有一套是专用Print出来的样子的 看能不能找到 对了 在这里 那Media呢 是用Print的 就是在Print出来的时候 才会套用这一套的CSS 哦 这个很简单 这个 试试我能不能Print 看到样子 对了 就是这样了 那... 其实Print出来呢 最大分别是 收到最顶的Menu而已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便宜了 那这里呢 其实就用了两套CSS 那这个就是Media Type的Idea 它可以是Screen 可以是Print 可以是其他东西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Expression 就是Limit Style Sheet的Sculpt 就是我在哪一个范围里面 才套用某一套CSS 那呢 我们用Media Queues 这一件事呢 就可以令到我的Content Presentation of Contents 以及内容呢 可以分开了两部分去处理 那你去写一些内容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影响到Presentation的部分 那你去Optimize 那个Layout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影响到Content 就是两件事分开去做 那就会很清楚了 那...如果我要用这个feature呢 我首先呢 要在HTML的File里面呢 Specify Viewport 那就加这个东西了 就在HTML那里 那这个东西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我Setup 我的Web Page的Width 是多少 我这里呢 就把Width Set到Device Width 就是用Device的闊度 来决定Web Page的Width 因为如果你不写呢 那Mobile... Mobile封上面的browser呢 就会假设了Desktop的Width 那... 那... 就... 那... 那... 那这句东西记得加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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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Desktop Build的时候呢 那... 就是... 那... 如果我resize它呢 RESIZE 了,收細一點 如果iPhone 6的話,我樣子是這樣的,SID BAR是不見了 我特地這樣寫的 如果我拔回闊一點,SID BAR就會變了黑色底,還有去頂了 那這個我怎麼做的呢? 我們看看Code Media Queue裡面,SID BAR.HTML HTML就沒什麼特別的 都是正常的寫的,有兩個DIV 一個DIV就擺SID BAR,一個DIV就擺Contents 然後我們看看CSS怎麼寫 上面呢,那兩塊CSS就和你之前寫的一樣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設定的,我的Display是NUN的,我要隱藏這個SID BAR 然後Contents就沒有設定顏色 這個就把它放在左邊,把它放在左邊 好,接著呢,我們就看到新的東西了 這句話呢,就是講,我逐個插一下,前面這塊呢 Media這個呢,就是我用Media Queue 然後呢,就是Media Type 因為我剛才說,要是Screen,要是Prinse,要是Prinse 那因為我現在在Screen上面去Display 所以我這裡就寫Screen 然後後面呢,就Minimum Width 就是600px 即是說呢,當Screen的Width 是600個Pixel或者以上呢 我就套用這一套的CSS 其實呢,這句話是一個if來的 if這個Width大過等於600px,我就apply這套CSS 那這套CSS呢,就... 設一個背景的顏色,做深灰色 然後又做個框給它,做到白色 等等 那所以當Screen Size在600以上呢 就會用到這套CSS 那如果你去到browser那裡看呢 我做個610吧 就這樣吧 就用了剛剛中間那套CSS 那就變成深灰色了 那下面還有的 那就差不多一樣而已 不過呢,那前面這個Width呢 我設定為800 即是說呢,當Width大過等於800的時候呢 我就套用這一套CSS 那這裡呢,就將它的背景顏色 設定為深...淺灰色 這個淺灰色來的 然後顏色就... 即是那些字的顏色就是... 就是... 滲灰色啦 那想我再拔大一點 大過610 810啦 那就變成這樣了 就... 又再reorganize那些東西了 那所以透過這個Media Queue呢 我就可以同一個web page裡面 setup到不同device的時候 我怎樣去display content 那就靠這一堆的CSS去控制的 那... 月後出現的CSS 就會蓋了之前出現的CSS的property 那... 所以那個背景顏色呢 當大過800的時候呢 這個顏色就會蓋了之前的顏色 那... 其實這個Media Queue呢 你當它if就可以了 事實上它都是一個if而已 好... 好... 那些call都說了 回去自己看看這個 那... 那個menu... 還有很多東西看的 即是呢... 還有很多其他property的 除了用width去決定我用BSS、CSS之外呢 我還可以用個高度啦 用個高度啦 用個orientation啦 resolution啦 等等 你們全部都可以用的 那... 那我browser自己會去detect 我應該用BSS的CSS的啦 那... 你可以自己去慢慢看啦 那... 不過width那個呢 是最常用的 好... 還有debug 那... 你去試一個responsive website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resize這個browser啦 這樣啦 這是其中一個方法啦 那... 其實你可以用 Chrome裡面的development tool去resize 那... 很容易開的 就是開了development tool之後呢 你一按這個... 這個電話的icon 你一按它呢 就變成這樣了 那... 那... 你在上面可以選擇 我要用什麼device的width去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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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麼呢 那... 就是一个front-end的 framework 里面包含了HTML的部分 CSS的部分 JavaScript的部分 就由Twitter去develop的 由Version 3.0 就是现在Version Boostchap 现在Version 3.6 还是不知多少 那它就用了一个Philosophy 一个Design的Philosophy 就是Mobile First 就是电话Mobile 优先 你做Design的时候就Mobile 优先 就是说你组织一个web page的时候 你就首先就是设计 for你的Mobile device 然后呢 先再去organize your content 去把它放在Desktop的部分 如何显示 就是永远先optimize for mobile 然后再fine-tune for desktop 那这个就是它Design的Philosophy 那里面如何去做 就是如何去批准不同的Device 如何去Display呢 那都是用CSS Media Query 那...不过它就on top of 这一件东西再加多一堆 很有用的JavaScript Plug-in 给你去用的 那...在Tutorial Page那里 有一些example 那...不关键 例如... 例如这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叫Model 那就是Boostchap 里面提供的一件东西 就是用Boostchap 那...或者这些... 放大修洗的这些呢 都是Boostchap里面有的 那么...它很多其他的JavaScript Plug-in 都很有用的 好...那...example... 或者这两个都是bootchapp砌出来的 其实很多网页都要用bootchapp砌出来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有一些网页互相之间很像样的 就不是因为它们互相抄杂 是因为它们都要用bootchapp 那怎么用呢? 这个就是在HTML里面去加的东西 你要include CSS 这个是必须的 你要用bootchapp的CSS的时候就include 然后第二句就是optional 这个就是去finetune layout 但这个就不是必要的 你include上面的已经是ok的 如果你想用JavaScript的plugin 就include这句 这个就是用CDN的做法 就是有人把它放在CDN上面 你直接include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把它download 放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去试 你可以去回bootchapp的... 咦我关了 bootchapp的website里面 可以download到的了 getstarted 这里可以download的 这是一个zip檔 好,那我们看看HTML怎么写 首先呢 首先呢 你要加上这句 这句你可能之前没有写过 就是告诉搜索 我现在用HTML5的DotType DotType DotType 你告诉搜索 他就知道他要用HTML5的东西了 然后viewport 就是刚才css mediaquery那里讲过的 viewport 然后include css 在这里 然后呢 到body那里 你就把你所有内容 放在这个div那里 那这个div呢 那这个div呢 class就是container-fluid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也可以打container的 就是没有fluid的那个字 那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都是看个例子就明白了 好,先开一下 这个 container呢 就是fixed width 就是呢 寬度就没有变的 但是container fluid呢 就会填满你整个width的 如果我转一下device width 嗯... 拔大一点 你看到呢 container fluid呢 永远都是填满了 那个阔道的 但是container呢 就是fixed的 那就depends on 你的device width 去setup它的size 它的width是多少 那再拔大 你看到container fluid呢 一直都是跟着去变大的 但是container呢 就只是在 某一些pawns的时候 我们叫做breakpawn 就是我要转个layout的时候呢 它才会变一变的size 不过它永远都不会填满的 它是fixed size的 那我一路拔大 它都没变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两个class的分别了 那你可以按你的需要 去选用哪一个 两个都可以的 那么depends on 你的layout 如何继续 好 接着呢 要介绍就是grid system 那就是responsive design里面 很重要的部分 那么很多其他framework 都是这么做的了 它的idea呢 就是将整个web page 割开了做12个column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将我的内容 pack到这12个column 其中某一些column里面 那么 当我resize的时候呢 我就根据这些column 去reorganize your content 那首先呢 你要知道 bootstrap里面 define了四种的device size 那第一种就是XS Extra small device 那例如一些电话 那它的width 是小于768px的 那或者一些 小一点 但是不是Extra small device 的device 那例如一些tablet 那如果再大一点 那是 就会去到medium md或者large lg 这两个 那这些size呢 就是 用来 就是device width 就用来判断 我应该用哪一套的css 那所以背后呢 其实这些东西 背后全部都是mediaqe 来的 好 那我们又看个example 就是 看下怎么用这个width system 那我就会将整个web page 的内容呢 分开了做不同的role 然后呢 每一个role呢 我就再解开它做12个column 然后我就将我的内容 放在这12个column里面 那第一个这个呢 就是我12个column 全部拿一格 所以就是12个column 在这里出现了 那就这样放了 然后呢 我可以前面拿8个 后面拿4个 或者各 平均分 每个都拿4个column 或者每个都拿6个column 等等 那就根据你内容的 就是根据你的layout design 去排回你的内容 去排回你的内容 把它放进去column里面 好 那那为什么会有 那么多个不同的size 的class呢 那我resize一下就会明白了 我就这样resize 那刚才这个呢 刚才这个呢 是large的device size 来的 你看这个底子 这个底子呢 我做了一个javascript的plugin 告诉你现在的device script 是多少 那现在呢 就是LG的device size 那个device script 我收小一点 看不看到有什么分别呢 上面呢 就应该没有分别的 但是最底这个呢 再比较一下 我拉大一点 原本呢 就是12个column 我收小一点 它就搭起来 变成 就是 这样搭起来 变成全部变成一个column 那这个呢 就是帮你resize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内容 由刚才12个column 并排这样摆 变成 好像一条stack这样摆 那你的content就可以reorganize 那用这个方法呢 去将你的layer design 是 是fit with 你现在的device的width 那这个LG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我现在的device width 是大 或者等于LG的时候呢 我就用回column的方法去show 就是我刚才这个呢 那个device width是LG嘛 那我就会根据回 你里面打的数字呢 去把它摆成不同的column 那但是当我的device width 是小到LG的时候呢 我就全部变成一条stack这样摆了 那MD这个 因为现在是MD 所以仍然根据回这个 如果小过MD的 那也是根据回原本的排法去摆 就是分成12个column 如果我再收势呢 MD这个呢 就会变成一条stack了 那又变成了样子了 那但是上面sm这个都没变的 那我可以再收势了 再收 就是什么了 sm这个都stack了 那这个呢 Xs呢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device width 比Xs的 所以它一定是12个column 那为什么这里会掉下去呢 纯粹因为不够位称 因为字太长 所以就掉了 那不过它其实也是12个column 好 就是这样 那我在这个HTML里面怎么写呢 就是 把它放进不同个roll 就是用那个DIV的class 就是roll 这样包住它 然后呢 就define我用多少个column 去show我现在的内容 那第一个column 我想用 第一个DIV我想用八个column 第二个column 第二个DIV我想用四个column 那我就这样写 好 好 呃 show了 这个 那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将ERGWave 重新改写 这个是原本的 那无论device width是多少呢 它都是一样的 那我 改了一点 我们用了boach app 去resize 那呢 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desktop 没什么特别 都是两个column 这样去show 收小一点 再收小 再收小 stack了 因为suppose 这个和这个 并排放不够 所以就把它变成一个stack 这样放 那希望我们的addbeam 会有一天把它改写 对了 因为这个呢 你login不到的 好 那如果 不用看这个 看 这个 login responsive 原本它有一堆 不知道有什么column 在那里 那我就弄走了 我就重新将它的内容 放到一个container里面 然后呢 就 define了一个role 然后将那个login box 放到六个column 另外的terms呢 就放到另外的六个column 我这样去resize 那所以当那个device script 是这么小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stack 这样去show 那这个 这样的page呢 你就不需要 哎呀 哎呀 不需要zoom in 你直接去看就看到了 有希望 在你们毕业之前 它会改了做这个pager 应该都不会的 好 那 还有些responsive utilities 那就是 帮你去控制 在哪一个device width 里面我show些什么 那你可以自己去 documentation那里看 那这个idea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 我有这个class的时候 我就是xs的device width 才show某一个device 才show某一个div 或者我在xs这个device width的时候 我就hide了一些东西 我就隐藏了一些东西 我就隐藏了一些东西 那用这几个class呢 就可以控制到 我什么时候show些什么出来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自己去documentation那里看 或者自己试都可以试到 很简单的 那还有些bonus的materials 可以讲一下 那就是 default的bootstrap的样子 就太深入闻心了 那就很容易令人误会你抄杂的 那所以呢 就有人 做了一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在bootstrap上面再 改一些东西 令到它的layout 好像有些不同 那样 那这里有一些 免费的film 给你去用的 那例如这个tutorial page 用了的 那就会把一些颜色变了 把一些制的layout 变了样子 等等 那些forms变了 那有一个呢 是ubuntu的样子 就是这个 ubuntu的web page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弄了个尾 这样 那它就把一些颜色 改了 那些字体改了 那看下就好像没有那么像bootstrap 虽然懂得看的人 都看得出是bootstrap 因为那些 那些element 都是大概那些东西 就是这些按钮 这些颜色 其实都猜到的 那不过我看下就好像 好像有些诚意 那你可以去用 那你只需要换了一个css 就可以了 那很简单 换了一个file 就已经用了 那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framework 叫foundation 那这个呢 在我的web page 那这个就用了foundation 就不是bootstrap 那我去resize 就是responsive的css的framework 那还有一个呢 我看了一会儿很惊喜 就是这个 看医生那个 这个叫什么 保健署的网页 是 已经追上潮流了 终于 我去年看好像都未追上潮流 所以还是十年前的样子 现在就update了 那这个这样的网页呢 就用了foundation去继续的 那所以呢 它都是responsive的 这样可以 resize 好 就是这样了 那我怎么看的呢 你看些source code就知道了 那我就搜寻foundation 就可以找到了 那就用了foundation的framework 咦 但是怎么这么简单 不要理了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些css的动画呢 你可以看一看这个css的 的 的 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 一个 一个project 那 basically 你只需要include一个叫animates.css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css的动画了 例如这些 那些 那些 那有很多动画给你去选 那你只需要在你原本的div那里加一个class 那class的名字呢 就是 例如这个 是swing 那就加这个class的名字 那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动画了 非常的方便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写一些css的动画了 尤其是你project那时候 但是你可能想弄到fancy 让我们的印象分好像好一点 因为有 有多少分印象分 你不记住 好像五分 五分 不知道五分 还是四分 如果你的layout 弄得漂亮一点 都会有些帮助 那当然你先不要难理 好 接下来 J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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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很多人会用 所以我都不详细讲了 不断讲少少的 功能 因为它太多功能 逐个讲都没什么可能 那 它其实是一个JavaScript的Library 来的 就帮你做很多JavaScript上面 一些麻烦的东西 例如你letcher可能在学着 getElementById 就是用这个功能 去拿回一个DomObject 那你下下都很辛苦 那 JQE呢 就帮你把这些常用的功能 就挖起了 就可以变成一个 简单的功能 那你一叫它就可以了 那 例如 JQE 还可以叫Agex 你遲些 好像letcher没教到 但是遲些你会学 怎样去写Agex的功能 那如果你用RAW的方法去做呢 就是用它HML的 JavaScript的Standard 那就很麻烦 那一句东西 因为你又要处理IE 怎样去call 因为IE有自己的功能 不知道为什么 跟着 本身Chrome 和Firefox 就跟着另一个Standard 那又是不同的功能 那JQE呢 就帮你把这些功能 全部挖起来 你call一个功能 它就帮你根据 browser去call 整个功能 那有一些很简单的Demo 可以 那我们去一个网站 就去这个 那我们去玩这个网站 那我们去玩这个网站 好 不用 不用摸爆了 那我可以去个Console 那我可以做些东西 例如呢 我现在想弄走这张照片 那我就先看一下它的ID 是什么 那这张照片的ID 就叫MyPhoto 那我现在用JQE的方法 去把它remove 把它remove 看着 那JQE的功能 你打一个钱的符号 就会call到的了 然后就打一个ID名 我这样call 就可以得到那张照片的DomObject 就得到DomObject 就得到DomObject 如果我想remove 它呢 它就没有了 很简单 如果你用Raw Girascript的方法去做 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已经 我已经忘记了 因为用了JQE 你就不会记得RAW 那怎么写 是没需要记得的 好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用处 就是在DomTree 上面去做不同的Operation 我已经关上JQE了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例如有些Animation 这个就用JavaScript的方法去做Animation 例如FadeIn这个 它没有LiveDemo 那这个你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去用 这个很容易用的 你用惯了之后 你就不会记得RAW 那怎么写的了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 那有些reminder 那Simon Tool 我们会用Note.js和Express 所以你要先安装 那安装的方法 你可以用Docker 自己安装一次 Docker 就是你Pool的Image 去用 那你也可以Locally 安装在你自己的部机那里 那这些Instruction 呢 在这里有的了 那Version Number 我这个 这些slide上面的Version Number 是很旧的 因为我去年做的 我今年难得再做了 因为都是一样装的 那我为了Version Number 所以又做一次 那你跟着这些step去做 那就应该装到的了 那这个呢 就不会和你慢慢go through 那你自己看着做的 那 那 或者你不想装在自己的那部机 那你用Docker 自己setup 很容易setup 那 还有 记得去申请定一个account 就是Hiroku的account 因为我们的 assignment tool呢 就会deploy去Hiroku那里试的 那所以你就申请定一个account 就不用钱的 这个 嗯 好 就是这样 那 那 等等 有没有东西了 好 没东西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 那 assignment 1 有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在group那里问 assignment 2 那份spec 应该 未来两三个礼拜出 再打 呢 就算了 没問題 就 我 是 那 那 那